另一个壮观场面来看到为了庆祝宜兰城隍爷生日 26号晚间举办了城隍夜巡活动 今年更胜往年游行的队伍超过600公尺 庙方还特别请出有200年历史的七爷八爷 分享平安饼给民众保平安 人潮挤满夜游街口热闹滚滚 七爷八爷在众人簇涌下进场 现场热闹滚滚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年一度城隍夜巡26号晚上正式登场 来洗净这个城市 让明天城隍老爷来绕进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平安 城隍老爷去找那些坏人然后治罪 26号习俗上是城隍爷的生日 同时也是宜兰传统习俗上的大拜拜 受到疫情趋缓 宜兰城隍廟恢复举行夜巡活动 今年更胜往年有五大会齐聚 最特别的是今年还特别请出 有两百年历史的七爷八爷 全年遗址打造而成 范县将军身上还挂着平安饼 分享给民众保平安 他的脸是紫飞出来 是一般的木头跟城隍老爷过来 已经两百多年了 今年绕境人数众多 又刚好适逢二二八连假 还有好天气的影响 游行队伍超过六百公尺 预估总人数突破三千人 因此今年城隍夜巡比往年 提早两小时出发 民间信仰当地人共襄盛举 希望求得平安健康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